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 萧妍在五大家族的考核中力压群雄 夺得三项第一,保住了叶家五大家族的地位 考核结束后,圣长老叫住萧妍问药臣是不是她的老师 当年圣长老也算是受过药老的指点 她知道萧妍这次前来也是冲着丹会来的 她想让萧妍在丹会之前和她一起去一趟丹塔 萧妍对丹塔一向是抱有忌惮和敬畏的 她有些迟疑 圣长老说会长他们对萧妍有些兴趣 见见他们不会有坏处 圣长老又用草影修习的魂迹来诱惑萧妍 魂迹对萧妍的吸引力很大 再加上一旦她的实力和地位 真想对她做些什么也根本不需要耍手段 将此事定下后,萧妍便不再理会外界 整日缩在叶家的别院中 钻研从草影那里偷学来的魂手印 这日萧妍修炼完后缓缓起身 盯着院落中的一处虚空 淡淡的说既然来了何必躲躲藏藏 萧妍话音一落 那处虚空传来细微的波动 一道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人影浮现 萧妍从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上 感受到了魂殿的气息 黑袍人影说想要借用萧妍身上 要劳的古灵冷火 说完一股深蓝色的火焰 从她的体内生腾 萧妍紧紧地盯着 面前这个曾经属于寒风的海星宴 黑袍人知道萧妍体内不止一种异火 她这次前来也不是要抓萧妍回魂殿 她要的是萧妍修炼的 能够让异火相容的功法 焚绝是萧妍最大的秘密 她的心头生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杀意 黑袍人知道这里还有两位斗尊 但现在这个院子已经被她施展了灵魂洁净 她劝萧妍将功法交给自己 今日可以饶她一命 萧妍冷笑一声施展三千雷洞 瞬间出现在萧妍的墙壁上 碧绿色的火焰狠狠地轰击在无形的臂杖之上 可惜萧妍这一击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黑袍人见萧妍冥丸不灵 一道攻击直射萧妍 萧妍施展出两种异火的佛怒火莲 却依旧没有对黑袍人造成斑点伤害 黑袍人一步步朝着萧妍走去 让她使相点 萧妍见破不开她的屏障 召唤出三种异火 以及化身火 准备融合毁灭火莲 她疯狂地举动 让黑袍人脸色一变 化为一道黑影 闪电般的略向萧妍 萧妍刚想施展三千雷洞闪避 月落中的无形屏障 爆裂成无数道细小的灵魂碎片 一道浩瀚的气息 从星空之上席卷而下 说丹塔的地方 可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 黑袍人脸色骤变 望向天空 萧妍心中略微一松 小心翼翼地 将手中正在融合的毁灭火莲散去 小一线和天火尊者 也瞬间出现在萧妍的身旁 没有保护好萧妍 差点出事 这让他们两人心头极为愤怒 天火尊者朝着黑袍人冷笑 阁下怎么说也是一名斗尊强者 静干鞋偷偷摸摸的go down 黑袍人没想到自己这么小心 还是被丹塔的人发现了 他嘶哑着声音对着天空说 玄孔子此事与丹塔无关 何必多管闲事 玄孔子的声音在天空上响起 这里是丹玉 若是让你魂殿随意撒野的话 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 黑袍人咬牙低声咒骂 说算消炎运气好 助让异伙和功法 再在他体内多待一段时间 他迟早会取走 小一线和天火尊者 想要拦住黑袍人 但却依旧让他逃了 消炎目光转向天空 拱了拱手 感谢前辈的出手相助 天空上的玄孔子说 自己本体不能抽身 让消炎多加小心 有时间助来丹塔 在那里他会很安全 消炎在对谢过后 玄孔子说 故人弟子自然要多加照料 他让消炎小心点玄敏宗 关于消炎的情报 就是他们透露给魂殿的人的 消炎决定明天再想办法 打听一下玄敏宗的据点 既然敢害到他的头上来 自然不能什么都不做 玄敏宗不算什么 最让消炎忌惮的是 魂殿的黑袍人 他想到黑袍人 拥有韩风的海星宴 将韩风从玉瓶中放出来 问韩风 海星宴给了魂殿的谁 在消炎 陨落星宴的威胁下 韩风老老实实的说 那个人名叫木骨老人 木骨老人 在魂殿的地位不低 因为他不仅是一名斗尊 还是一名货真价实的 八品炼药师 深受魂殿店主的重视 韩风说 木骨老人当年与药老曾是同门 只是因为一些缘故 木骨老人被驱逐 自此他便十分敌视药老 当年韩风之所以会对药老出手 也是因为木骨老人的挑拨 让他暗中夺取焚绝 消炎知道木骨老人不会死心 但他身边有天火尊者和小医仙 只要小心一些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今最重要的 还是要进入单会前十 再将三千烟烟火拿到手 另一天 当消炎从房间中出来时 叶崇已经等在了院子中 对于消炎昨晚发生的事 他很是不安 所以连夜打听好了 玄冥宗的据点 当日与消炎等人 有过冲突的是 玄冥宗宗主之子 陈贤 陈贤也是一名烈药师 此次前来 也是想要参加单会 见消炎 眼中凶芒闪烁 叶崇问消炎 是否打算对他们动手 消炎说 昨夜那种事 一次就够了 叶崇舔了舔嘴 说现在对他们出手 并不是最佳时机 这里毕竟是单程 消炎若是出手 势必会引来丹塔的注意 而玄冥宗背后是天明宗 消炎要是出手 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 他告诉消炎 在单会中 所有通过选拔的参赛者 都会进入一处特殊的区域 那里会是消炎动手的最佳地方 消炎知道 叶崇说的不无道理 一旦对玄冥宗下手 做得不够干净的话 势必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更何况叶崇告诉消炎 丹塔的圣长老 已经赶早来等他了 怕的就是消炎 会对玄冥宗的人出手 毕竟这里是单程 他们需要维持这里的稳定 消炎也明白 丹塔的难处 暂且放下了这件事 圣长老说 不会让消炎 白白受这份委屈 长老席已经商议过了 等他到了丹塔 会将草影休息的魂首印 给消炎参悟参悟 在圣长老的带领下 消炎一行人 进入了丹城的内狱 圣长老带着消炎直奔丹塔高层 他让消炎自己进去 圣长老提醒消炎 会长与药老当年是好朋友 让消炎见面功近点 消炎走进大殿 见到了一名身着白衣的老者 这位老者浑身没有半点气息溢出 在消炎的灵魂感之下 就像不存在一样 玄公子让消炎可以称他一生玄老 在羡慕了一番药老眼光好 说了消炎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弟子后 玄公子向消炎确定 药老是否真的落在了魂殿的手中 得知消息属实后 玄公子说自己也会让人多加留意 要是有药老的消息 就会通知消炎 他们说完后 大门被再次开启 领先的两人便是曹颖和丹家的小女孩丹城 他们身后是一名身着黑衣 七品高级炼药师的男子 玄公子是曹颖的老师 而那名男子是丹塔大长老的弟子宋青 互相认识之后 玄公子说出叫他们来的目的 这一次的丹会因为三千燕炎火的缘故 吸引了不少势力前来 其中就包括了魂殿的人 因为丹塔长期封印三千燕炎火的缘故 灵智不敌的三千燕炎火对丹塔颇为怨恨 这些年丹塔用尽手段也没让他屈服 反而是他们的封印逐渐要束缚不住他 若是让三千燕炎火跑出来 必定会对丹玉进行报复性的攻击 而魂殿应该是想要将三千燕炎火收入囊中 当然如果受不了的话魂殿肯定会毁掉封印 将三千燕炎火放出来 到时候丹塔必定会损失惨重 魂殿就可以趁机收集炼药师的灵魂体 因为三千燕炎火拥有不死之身 丹塔也无法击杀他 而谁若是得到了三千燕炎火 并将之收服 也将拥有无比强大的回复力 碍于丹塔历代只要是炼药师 就可以参赛的规矩 再加上根本不知道哪些炼药师是魂殿的人 所以并不能禁止他们参赛 玄孔子将他们四人叫来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阻止魂殿得到三千燕炎火 魂殿为了得到单会冠军的位置 说不定会对他们挤人下手 玄孔子让他们在选拔开始前都尽量留在丹塔中 事已谈完 萧炎在接过玄孔子给他的魂首印后 刚走出大殿就被曹颖叫住 曹颖约萧炎有时间一起谈谈 在萧炎拒绝并且离开后 曹颖充满兴趣的看向萧炎的背影 他身后的宋青脸色微沉 多年的相处 让他已经将曹颖当作自己的所有物 所以现在见曹颖对萧炎的态度不一般 眼中闪过一丝凶忙 萧炎拒绝的那么干脆 也是不想恕宋青这个敌人 但他都已经这么避嫌了 还是找惹上了无脑的宋青 不过这些萧炎都并不知道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后 注意一头钻进了魂首印的修炼中 在他不眠不休的修炼后 萧炎很快就发现 自己已经感觉到了临近间的屏障 他的直觉告诉他 什么时候能通过这层屏障 他的灵魂就能够真正的踏足所谓的临近 萧炎一直闭关修炼到丹会开始的前一天 这一届参加丹会的人数 是有史以来最浩大的一次 虽然萧炎是为了三千燕炎火而来 只要能进入前十住行 但当年要老便是丹会冠军 作为他的弟子 萧炎自然也是想要争上一争的 丹会参赛最基本的资格便是要达到五品炼药师的层次 而在得到参赛资格后 他们还需要闯过两大选拔关卡才能真正的入场 在丹会举办比赛的广场编辑 有一片深灰色的空间 这片深灰色的空间便是第一关 名为幻境关卡 那些深灰色气体 产自于一种名为幻魂兽的魔兽 不仅能遮掩人的视线 还能对灵魂探知造成一定的阻碍 而且那片空间另有玄机 很容易迷失其中 参赛者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从里面出来 否则便会失去参赛资格 通过这一关便具备了资格进入丹界 据传丹界是很久以前丹塔的一位斗圣强者所创 丹界中有无数的天才地宝 和外界难以寻找的稀罕药材 进入其中的炼药师 都会被分配一张记载着一些珍惜药材的单子 参赛者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找起这些药材 才能从丹界中出来参加最后的比试 叶重告诉硝烟 在丹界中发生的事 丹塔一般都不会插手 若是她在其中遇到玄民宗的陈贤 只要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尽管动手便是 玄空子在将参与丹会的三个步骤 讲完之后宣布本届冠军 不仅能够获得丹塔巨头候选者的名额 还能得到一卷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 无数的炼药师因为玄空子的话 眼睛瞬间变得血红 硝烟的呼吸也变得粗重了许多 丹塔巨头候选者的身份他并不在乎 但为了这卷灵魂修炼之法 硝烟一定会拼尽全力 硝烟和一众参赛者 进入了那片深灰色的扭曲空间 虽然这些深灰色的气体能压抑灵魂 但以硝烟如今灵魂的强横程度 还是可以轻易探知周遭的情况 这片幻境空间中 还有着迷惑人心的幻象 好在硝烟现在的实力够强 在见过耀老 熏尔 彩琳 小战 以及云韵这些让他记忆深刻的人后 一个庞大的扭曲黑洞出现在他面前不远处 而这个黑洞便是通往丹界的空间通道 通道前有一片丹塔强者强行构建的空间停歇点 此刻这片空地上已经有不少通过换进关卡的参赛者 硝烟一出现就引来了在场炼药师的注意 因为在场的人都是未来的竞争者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分散开的 硝烟在看到曹颖和宋青后并未上前 只是向他们点了点头 他并不了解这两个人 所以没有想过与他们牵扯过身 宋青很满意硝烟的实相 曹颖却十分不高兴 笑颜三番四次扶了他的面子 空间通道中的丹塔人员见时间差不多了 扫了一眼场中的人 让进入丹界的人在他那里领一张任务药单 以及丹界的地图和一枚空间时就可以进入其中 丹界并不适合人久待 参赛者只有十天的时间搜寻任务单上的药材 找其药材后可以前往地图上的出口 而他们在性命攸关时 只要捏碎空间时就会被自动送出丹界 不过这也意味着将会失去参赛的资格 在不少参赛者都进入丹界后 笑颜才慢腾腾地站起身 才感觉到身后空间的波动 笑颜偏过头看到与自己有过过节的陈贤出现 陈贤看到笑颜 经过他身旁时脚步一顿 轻笑着说 没想到你们也还真挺硬的 居然连那一位出手都是未曾取你小命 笑颜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低声说 陈贤少宗主 在丹界的时候你可得多好一些 不然的话 玄命宗可就绝后了 陈贤目光森冷地盯着笑颜 片刻后说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千万不要在丹界中被我撞见 否则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说完 陈贤便进入了丹界 笑颜一进入丹界 就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千年地黄金 以及比青年座台更胜一筹的地心玉母 和更加珍惜的地心魂随 在得到了这等天才地宝后 笑颜便决定 前往丹界地图中画了红圈的地方 万药山脉 寻找自己任务单上的药材 破落的丹界并没有很大 笑颜经过几个时辰的赶路 就到了万药山脉 万药山脉外围的一片小山丘上 聚集了大片的人群 笑颜眉头紧皱 不明白这些参赛者 汇聚在这里是想要做什么 她顺着人群缝隙 看到了里面正说着话的宋青和曹颖 宋青身为丹塔的人 对丹界还是比较了解的 她知道所有参赛者的地图上 万药山脉都被画了红圈 但万药山脉中魔兽特别多 其中统帅这些魔兽的 是一头半只脚 踏入八阶层次的绝世凶兽 这只凶兽将万药山脉的天才地宝 都搬到了她的洞府之中 其中就包括了很多 他们需要的任务品 尤其是她的麾下 还有很多实力强悍的魔兽 所以宋青建议参赛者暂时联合 先对付那头凶兽 拿到任务药材后再做打算 很多参赛者都被宋青煽动了起来 不过这并不包括硝烟 但硝烟正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 陈贤带着两名老者出现 陈贤看到硝烟后 带人缓步走向她 说硝烟的运气看来并不好 随后她猛地指向硝烟 让两名老者杀了硝烟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被这边动进京东的宋青和曹颖现身 曹颖得知硝烟和陈贤有恩怨后 笑着问硝烟怎么到处有人结仇 硝烟漫不经心地说 一些跳梁小丑而已 陈贤被硝烟的话气得要死 曹颖从中调和 建议他们暂时放下恩怨 先连锁过了万药山脉再说 曹颖在丹塔的身份 远非陈贤这个少宗主可比 所以不好服了曹颖的面子 宋青称赞陈贤大度 目光转向硝烟 说他们还需要人手 让硝烟跟着他们 到时候击败了凶兽 硝烟也能白捡点便宜 听到宋青的话 硝烟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货色 明明想找免费的打手 居然还说的 好像让硝烟占了便宜一般 硝烟懒得与他们废话 随意地挥了挥手 说自己不习惯与陌生人合作 转身便走 宋青没想到 硝烟这么不给他面子 陈贤不找痕迹的上前 对着宋青 手掌在面前的虚空 轻轻一划 恼羞成怒的宋青 立刻同意了陈贤 想要杀了硝烟的做法 陈贤身后的两名老者 在他的示意下 突袭硝烟 但他们击中的 却是硝烟的残影 此时的硝烟 突然出现在陈贤背后的空间 对着他的后背心 一拳打去 陈贤强行转身 用手中的铁扇横在面前 这一击 硝烟并没有留守 即使陈贤用铁扇挡了一下 也依旧被硝烟打得口吐鲜血 攻击硝烟的两名老者 反应过来 接住了倒飞的陈贤 陈贤脸色猙獰的 让他们杀了硝烟 他要让硝烟生不如死 硝烟的速度太快 那两名老者 只有一人出手对付他 另一个则留下保护陈贤 老者面色阴沉的说 硝烟招惹了陈贤 就是招惹了玄冰宗 硝烟说 这话还是云宁的少宗主说要好一些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招惹 硝烟的话让老者无话可说 毕竟事实如此 若不是陈贤小气巴拉 他们根本不会结怨 面对这位九星斗宗的老者 硝烟施展出天火三玄变 一级针对老者后 硝烟立刻转身攻向陈贤 护着陈贤的长老 见硝烟前来找死 刚想对上他 却被硝烟放出的地妖魁缠住 陈贤见两位长老都不得空 终于脸色大变 他知道现在想逃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决定拼死一击 但却依旧被硝烟打成重伤 对于陈贤让自己丧命的陈贤 硝烟并没有想过要放他一马 陈贤见硝烟满身杀气 自己的威胁也不起任何作用 心中终于涌上一抹后悔 要是早知道硝烟这么狠的话 当初他绝对不会招惹硝烟 望着一脸恐惧的陈贤 硝烟让他下辈子投胎 记得动歪脑筋的时候 多想想后果 随后硝烟手中的重齿 对着陈贤的脑袋 狠狠地砸了下去 但这个绝杀 却被一旁的宋青 动手挡住了一会会儿 硝烟知道宋青是想要 为玄冥宗的长老争取时间 他的身后 一股磅礴的斗气直指他的后背心 若是硝烟执意要杀陈贤 后方之人也必取他的性命 千军一发之际 硝烟手掌诡异的一斗 一股暗静 重重地轰击在陈贤的小腹之处 暗静一送出 硝烟手中的重齿猛地向后甩 与后方老者的掌风撞击在一起 硝烟稳住身形后 目光阴沉地转向了宋青身上 宋青说陈贤已经加入了他们的联盟 硝烟不该对他出手 还说联盟中的每一份力量都是打败凶手的本钱 质问硝烟攻击神贤 是不是不想让他们通过选拔 硝烟说宋青颠倒是非黑白的能力不弱 但在场的人也都不是傻子 究竟是谁的问题 大家都有眼睛耳朵 看得见也听得到 他让宋青少说废话 要是他不爽的话 尽管出手便是 大庭广众之下 宋青自然不可能服软 而是说炼药师的本事可不是打打杀杀 让硝烟真要是有本事 他在单会上等着 硝烟压根不想搭理宋青 召回地妖魁 玄冰宗的两位长老 此时也发现 硝烟将陈贤的筋脉给证断了 以陈贤现如今的伤势 想要痊愈 希望十分渺茫 曹颖出声打圆场 让硝烟宗事后向单塔求助 说不定能医好陈贤 硝烟宗的两位长老知道 仅凭他们是留不住硝烟的 因此并没有再说什么 曹颖邀请硝烟跟他们一起行动 这样击败凶兽也会多些把握 硝烟摇了摇头 借过曹颖的好意 他夺来夺网惯了 并不喜欢与人成群结队 幻影一落 硝烟就察觉到 一道异样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过 这道目光 让硝烟浑身的寒毛 都有种竖起来的冲动 硝烟心头猛的一震 在下方山丘的边缘处 他看到了一名 冲着他笑得十分诡异的黑衣男子 这个神秘的黑衣人 给硝烟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这种感觉 硝烟只在斗尊强者身上感受过 他没想到丹惠竟然还有这么强悍的存在 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黑衣人 硝烟并脚踏三千雷洞离开了 而山丘边缘的黑衣男子 望着硝烟消失的地方 缓缓地说 硝烟你跑不掉的 凭借着过人的灵魂感知 硝烟察觉到东北方向的气息最为恐怖 为了收集任务药材 硝烟只能去那里一探究竟 飞了两个多小时后 硝烟的身形突然顿住 他在空气中闻到了丹银浆的味道 丹银浆是他要调配地形魂随需要的一味主药材 硝烟拿到丹银浆后 便准备悄悄地前进山顶 想要试试能不能将任务药材偷到手 但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 山下突然爆发了剧烈的能量波动 听到山下细微的吵闹声 硝烟眉头一皱 想想还是调转身形 朝着能量波动之处而去 他打算先躲在一旁 要是下面的动静惊动了凶兽现身 他就可以趁机去山顶洞符中偷取药材 硝烟躲在树顶上 从树叶复析处看到前方的盆地中 上百名恋药师被困其中 并且周围的空间还被施展了灵魂屏障 硝烟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诡异的黑衣男子 他的心头微微一沉 发现情况很是不妙 人群中的宋青脸色愤怒地质问黑衣男子是何意 难道想对他们这些人出手不成 黑衣男子跟着宋青曹英等人来到这里后 突然发难 已经有十几名恋药师葬身在他的手中 洛飞他们反应快 现在怕也已经成为亡魂了 宋青和曹英是丹塔出了名的两个小天才 为了顺利拿到单会冠军的位置 黑衣男子不打算放过在场任何一个人 曹英用丹塔威胁他 但很快 上百名恋药师就陷入了与黑衣男子手下的战斗中 恋药师们抵御不住 想要捏碎空间时逃走 但黑衣男子手掌轻轻一握 周遭的空间猛然一压 深深地将那些恋药师捏碎成一团 杀戮持续了将近十分钟 上百名恋药师只剩下不足十人 其中就包括了宋青 曹英和玄命宗两位长老以及陈贤 这些人的实力都在斗中级别 抱团在一起 黑衣男子的手下一时间也难以啃动 黑衣男子缓步走向曹英挤人 在踏出第三波的时候 她的身体猛的一顿 转过头 勿广直射硝烟隐藏的巨树 在她脚步停顿的那一刻 硝烟心头暗叫不好 但不等她飞身后退 就被一股可怕的犀利吸进灵魂屏障之中 看到隐藏的人竟然是硝烟 黑衣男子笑着说 我还未去寻你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感受到黑衣男子对自己的杀意 硝烟知道 今日想要安然脱身 怕是很难 情势逼人 硝烟脚踏三千雷动 直接来到曹英等人的身旁 曹英瞥了一眼硝烟 咬咬牙说自己能破灵魂屏障 但如果她对屏障出手 黑衣男子肯定会动手 旁边的令奥师说 他们可以拦住黑衣男子的那些手下 硝烟也不废话 问曹英需要多久时间破开屏障 听到硝烟的问话 曹英知道她肯定有把握 飞速回答说三分钟 见硝烟主动承担下与最危险的黑衣男子交手 所有人看向她的眼中都充满感激 曹英轻声对硝烟说谢谢 之后脚尖清点地面 飞身后退 扯开束缚自己三千青丝的发带 一股浩瀚磅礴的灵魂威压 自她的眉心处扩散 曹英动手的瞬间 宋秦与其他几人也都纷纷对上周围的黑衣人 硝烟出现在黑衣男子的面前 被绿色火焰从她的体内涌出 立刻施展天火三悬遍到第二遍 黑衣男子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后一掌对着硝烟的胸口派去 这一掌将硝烟周身的空间锁定 让她没有任何闪避之力 硝烟接连施展出八级崩 开山印 发海印 硬接下这一掌 一股奇异的炽热能量从黑衣男子体内抱涌而出 远远看去 她的手臂就像蓝色水晶手臂一般 硝烟心头猛地涌上一股危险的感觉 第二遍闪现在她的面前 第二遍出现的瞬间 一只布满蓝色金层的手臂从她面前的空间穿透 重重地落在了第二遍的胸膛之上 第二遍无比坚硬的胸口 生生地凹陷了将近半寸 硝烟的眼瞳忍不住一缩 不敢想象这一拳落在自己的身上会是什么情况 这时灵魂屏障终于被草影破开 她传音给众人让他们快走 硝烟反应十分迅速 转身就朝着森林中暴射而去 其他人也迅速脱离战场 纷纷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进领海中 黑衣男子没想到 草影这么快就破开了自己的灵魂屏障 下令让其他人去追后 自己就朝着草影和硝烟的方向而去 森林中狂奔的草影和硝烟 发现宋青也追了上来 他们三人的目标一致 都是往山顶而去 想要将那头爵士凶兽引出来 搅乱战场 但很快 黑衣男子就凭空出现在他们三人面前 黑衣男子已经失去了耐心 蓝金色手臂直接穿过空间 对着草影狠狠抓去 硝烟和宋青都察觉到了草影的险境 两人脸色结实一变 宋青一咬牙 眨眼间便消失在森林中 硝烟见宋青 抛下草影逃跑 眉头一皱 宋青做得出这种无耻的事 但硝烟却真的有些做不来 地奥魁再次出现 为草影拦了一下 突如其来的援助 让草影一愣 硝烟让他快走 草影深深地看了硝烟一眼 传音感谢硝烟 随后变火速离开 硝烟将近乎报废的地奥魁收入那界 之后将三千雷洞施展到极限 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黑衣男子见两次出手都没有收获 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朝着硝烟消失的方向而去 他倒想看看还有谁能来救硝烟 很快接近山点的硝烟 就被黑衣男子追上了 黑衣男子对着硝烟说 本尊倒是想看看 这一次是否还会有人出面救你 你的一伙我收定了 他的话一出 硝烟就知道黑衣男子是木骨老人 木骨老人见硝烟认出了他 说正好让他死个明白 毕竟算起来 硝烟还得称他一生失输 木骨老人的手臂再次诡异地消失 好在硝烟早有准备 瞬间出现在几十米外的空地上 躲开了这一掌 木骨老人将硝烟周遭的空间凝固 手臂再次出现朝着硝烟的脑袋捏去 就在硝烟准备倾尽全力的时候 一道壮瘦的身影从他面前的扭曲空间出现 挡在了硝烟的面前 来人大笑着说 在我的地盘这么大张旗鼓的杀人 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随后一拳与木骨老人的巨爪撞击在一起 木骨老人被硬生生地震退 恼怒的质问来者和人 一道清脆动听的笑声在森林中响起 老家伙 你追别人我就不管了 但硝烟却不是你能杀的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硝烟眼中涌现惊喜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紫妍 紫妍见硝烟一脸的惊讶 趁着他嘿嘿一笑扮了个鬼脸 硝烟将失踪了好一段时间的紫妍 一把拉到身旁 问他怎么来这里了 紫妍是自己偷偷从族中跑出来的 对于族人给他吃那些难以入口的东西 他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地狱一般 所以一有机会就偷溜了 他知道硝烟会来参加丹会 就提前到了丹季也来等他 紫妍指使一旁的熊湛 让他收拾木骨老人 熊湛作为万要山脉的老大 实力很强 但晋级斗尊也才没几年 对上木骨老人 能拦下他就不错了 打赢是不可能打赢的 木骨老人也不想和熊湛打 但硝烟他却是必须要抓住的 熊湛让木骨老人转身离开 自己就不计较他闯山的冒犯 木骨老人今天接二连三失守 已经快被气死了 一言不合就直接跟熊湛打了起来 熊湛的本体是远古龙熊 也被称为九文魔龙熊 属于远古凶兽 并且体内还有一丝龙的血脉 当他们拥有九道龙纹时 体内龙的血脉就会彻底苏醒 而熊湛已经拥有了八道龙纹 化为本体的熊湛被木骨老人激起了战役 但木骨老人在见识到他难缠的程度后 却心生退役 真要打起来 木骨老人自然不怕熊湛 但他后面还要参加单会 并且拿到冠军 在司机抢夺三千燕炎火 如果在这里和熊湛拼得你死我活 到时候根本没有余力去跟人比赛 种种顾虑之下 木骨老人只能恨恨地说 算萧妍好运 等单会结束 自己定会亲手解决他 见木骨老人消失 萧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着变回人形的熊湛 感谢他的出手相助 从紫妍这里 熊湛知道萧妍是一个 吉祥步入八品的炼药师 所以对他还是非常客气的 紫妍直接拉着萧妍前往熊湛 在山顶的石垫 让萧妍在这里找他需要的任务药材 还特别大方的让萧妍随便挑 反正熊湛也会在他的带领下离开 这些东西留在这里也是便宜了别人 萧妍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天才地宝 整个人都有点呆滞 而刚在后面的熊湛听到紫妍的话 嘴里说着让萧妍尽管挑 心里却在滴血 萧妍自然不可能抢熊湛的东西 但熊湛在紫妍的左龙威压下 却一个劲地让萧妍尽管拿 要是拿少了就是看不起他熊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萧妍便开始在广场上 寻找自己需要的药材 这片广场上的药材 几乎是整个万药商卖的收藏 种类都到萧妍花了近半个小时 才找到自己的任务药材 找完任务药材后 萧妍又开始在广场上找天马斐石精 天马斐石精是他用来调和地心浑髓的关键药材 只要能将地心浑髓彻底调和 萧妍的灵魂就能借此进入所谓的灵境 萧妍找到天马斐石精后 便找了个安静的密室 开始调和地心浑髓 在和下调治好的地心浑髓后 萧妍眉心处的灵魂力量陡然膨胀 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他的眉心中 与盘踞在那里的灵魂融合在一起 在配合上之前得到的残缺的灵魂修炼口诀 萧妍终于进入所谓的灵境 成为了八瓶炼药师 萧妍出关后 紫妍将塞满药材的纳戒交给他 在熊战不舍的眼神中 紫妍让萧妍不能独占 还要为他炼制药丸 之后他和熊战便互送萧妍到单街的出口 曹颖看到萧妍出现 见他没有什么大碍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对着看过来的萧妍 流露出一抹罕见的柔和笑容 萧妍对着曹颖笑了笑后 便开始打量在场的人 他能预料到 这一次丹会的争夺将会前所未有的激烈 在场的炼药师们将收集到的药材 交给丹塔的长老检查完后 这一次踏入空间裂缝 来到了丹塔 为他们准备的炼药广场 萧妍出来后 发现在经过两轮淘汰赛 依旧有上前卫炼药师出现在这里 空间大门关闭后 高台上的玄空子 让所有的参赛者上场 最后的比试没有规则限制 炼药师们只需要尽自己的权利 将自己最拿手的丹药炼制出来即可 最终的荣耀将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萧妍不紧不慢地 挑好了一处靠近边缘的地带 便盘腿而坐 在所有人都准备好后 一道钟声响起 萧妍盘坐在石台上 并未急着动手炼制丹药 而是在脑海中整理思绪 这次丹会 他打算炼制的 就是七瓶顶峰层次的深谷溶血丹 若是炼制的顺利的话 说不定还有可能进入八瓶的层次 萧妍的闭目沉思 被草影释放的血妖焰火惊动 血妖焰火是由近千头 火属性魔兽的血液融合 凝聚的火焰之形 见识了曹家的财大气粗 萧妍刚准备收回目光 木骨老人 就将自己的海星焰 化为一条火蛇 在周身盘旋 海星焰一出现 他周围几位炼药师的火焰 就在一伙的威胁下 砰的一下爆炸了 萧妍撇了一眼 正冷笑的木骨老人 碧绿色的火焰化为一条火龙 远远地对着海星焰咆哮 在琉璃连星火的咆哮下 海星焰顿时犹如逃命般 钻到了木骨老人的掌心中 小搓了一番木骨老人的锐气 萧妍便收回目光 放出万寿顶 碧绿色的火龙 直接钻进药顶之中 萧妍开始了自己 长达五天的体炼之路 这五天的时间 已经淘汰了不少垫底的炼药师 萧妍睁开微闭的双眼 药顶之中有三团药液 和粉尘的东西 接下来 他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三样东西 融合在一起 炼制这种级别的丹药 是一件非常好经历的事 所以接下来 萧妍绝对不能轻易失败 萧妍将精神集中到了极点 灵魂力量 充斥在药顶的每一寸角落 就这样 整整过去了将近十天的时间 才进入尾声 药顶中 已经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丹药雏形 只要萧妍稳定住状态 再有一段时间 生骨溶血丹 就会被炼制出来 此时广场上第一个 引出丹雷的七品丹药现世 之后越来越多的雷云 凝聚在天空上 不过这几天 最高的品级 也就是七品中级的丹药 萧妍已经能 自动过滤掉 响彻天际的雷鸣声 她的所有心神 都投注在药顶中 药顶中隐隐成型的丹药 已经逐渐超越了 寻常七品顶峰品质的丹药 萧妍有信心 能将生骨溶血丹 提升到八品丹药的级别 慢慢地 留在石台上 继续炼丹的 只剩下17人 这17人中 是一名八品炼药宗师清华 清华生平的夙愿 就是收一种异火 当年 她与药老都在 古林冷火诞生的地方 待了好几年 只不过 最终异火 还是被药老得到了 而这次 有机会将三千燕烟火 收入囊中 即使是厚着脸皮 她也来与小辈争夺一番了 很快 宋青七品顶峰的丹药 就引来了目前 最狂猛的丹雷 宋青炫耀地看向萧妍 可惜萧妍鸟 都不鸟太一眼 就在宋青拼尽全力地 应付丹雷时 短短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有九枚 七品高级的丹药 同时诞生 广场上的观众 都被这罕见的警官 勾得热血沸腾 此时 丹家的丹臣 突然一口鲜血 喷吐在药顶之内 与丹药融合在了一起 一股令人惊骇的能量波动 暴涌而出 她的药顶也瞬间爆裂 一道足有时尚庞大的 绿色光柱 直射天际 很快 天空中中凝聚了一片 将近百米大的青 银两色雷云 八品丹药的划分十分严格 丹药的品质越高 引动的丹雷颜色就越多 据说 若是能够引发九色丹雷 便说明 丹药进入了 拥有造化之力的九品级别 单程不远处的草颖 也在此时站起身 手中截着手印 一股巨大的光柱 直冲天际 青银两色中 夹杂着一丝 极淡的红色丹雷出现 曹颖的丹雷出现没多久后 萧颜也缓缓站起身 高台上的玄空子等人 忍不住握紧手掌 看向下方的萧颜 当年 药老便是在这里 以一种震撼的姿态 取得了最为璀璨的荣耀 如今 不知他的弟子 能否再次延续这一脉的荣耀 萧颜袖袍一挥 一道庞大的碧绿火柱 冲天而起 天空中翻滚着 青 银 红 三色雷云 萧颜的表现 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 目光中带着些许异彩 他在萧颜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 内心深处的悸动 清华老怪在萧颜之后 也站起身 对着萧颜传音 小家伙做得不错 没丢你那混蛋老师的脸 萧颜听他话中的意思 似乎与要老有些关系 不敢怠慢 对着清华老怪 拱手行了一礼 清华老怪的丹雷 与萧颜的相差不多 也是三色雷云 最后只剩下 掩盖住气息的木骨老人 木骨老人站起身 看向玄孔子等人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他也不再遮掩身份 大笑着说 这一届的丹会冠军 非他莫属 木骨老人虽然是魂殿的人 但他也是一名炼药师 拥有参加丹会的 所有条件和资格 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剥夺他的参赛权 不仅魂殿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有损丹塔的名声 但若是让木骨老人 拿了丹会的冠军 丹塔也会颜面大失 玄孔子三人心中都十分愤怒 丹药引来四色雷云 看到四色雷云 木骨老人狂笑着让玄孔子看看 丹会冠军之位 定然会落入魂殿之手 广场上的炼药师 听到木骨老人是魂殿的人 脸色全都异常难看 暴怒的曹颖 眼睛不自觉地看向萧颜 此时的萧颜 脸上充斥着一种迟疑之色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曹颖心头一跳 一丝希望 毫无缘由地从他内心深处涌现 对着他大喊 萧颜是男人 让无数道目光刷的一下 全都看向萧颜 木骨老人闻言 讥讽着说彻底出手 这种时候 莫说这小辈 就算是药臣那老混蛋来了 老夫也不会将其放在眼中 话音刚落 木骨老人的心头突然一跳 此时的萧颜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你还没那资格 让老师出手对付你 说完萧颜猛地向前踏出一步 手掌摊入面前的光柱 他决定放手一搏 看到萧颜的举动 木骨老人觉得他完全就是在装腔做事 八品丹药已经拥有了灵性 而越有灵性的 品质就会越高 如今萧颜的丹药虽然已经成型 但灵性却并未稳固 还有着提升的空间 而只要灵性提升 丹药的品质也会有最后一次的飞跃 放在其他炼药室身上 这绝对是行不通的 但得到了药老所有传承的萧颜 却敢这么做 药老当年有一种他引以为傲的炼丹绝学 生灵 萧颜深入光珠内的手掌猛的一握 一个拇指大小的暗红色丹药被他抽了出来 将丹药悬浮在面前后 琉璃莲星火出现在萧颜的手中 而后他手指上的纳戒一阵颤抖 古灵龙火陡然出现 突然出现的三种异火 在众多惊骇的目光中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一股近乎毁灭般的气息浮现 不等它们扩散 萧颜的灵魂威压就将它们包裹住 在融合完三种异火后 萧颜让这旅贺青色火焰包裹住暗红色的丹药 他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的骚动 不少人觉得萧颜的丹药要被毁了 而木古老人的眉心却突然跳了跳 心中感到有些不妙 高台上的玄孔子一脸惊恶 他身旁曾经与药老有过一点故事的美副 突然想起药老的生灵之法 这一次或许真的能够逆转局面 暗红丹药在贺青色火焰的包裹下变得凹凸不平 一股股淡淡的灵性雾气尽数抽离 萧颜瞅准这个时机 将两粒运灵粉尘弹入火焰之中 运灵粉尘的加入 在这种时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颜的脸色变得极度凝重 灵魂力量毫无保留地涌进火焰之中 以一种极度小心的速度 将暴涌的灵气压缩进丹药内 萧颜猛的一咬舌尖 一口血雾洒入火焰之中 伴随着血迹灵规四个字 铺天盖地的灵雾钻进丹药之中 在丹药表面再度光滑圆润时 天空上的三色雷云犹如瘦道牵引般 再度翻滚了起来 这一幕将整个广场上的人都炸晕了 玄控子等人都十分欣喜 而木古老人的脸色却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的心头涌上一抹极其浓郁的沙液 萧颜日后必定会是魂殿大敌 不过他对自己的丹药还是比较自信 认为萧颜不一定能超过自己 但很快天空上的五色雷云让他脸色一白 五色雷云一现 这一届单会的胜局就定了 今日过后萧颜的名字就会响彻整个中周 五色雷云成行后 萧颜终于松了一口气 气不过的木古老人传言让萧颜祈祷 以后不要落在他的手中 萧颜片头看向木古老人 伸出大拇指对着他 最后轻轻朝下 我早说过你还没有资格让老师出手 萧颜的手势和画 让木古老人脸色铁青 怒火淤积在胸口无法喷涌而出 最后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喷出一口鲜血 压抑下心中的怒火后 木古老人让萧颜不要得意的太早 以萧颜的实力想要接下五色丹雷 简直是痴人说梦 接丹雷也是单会的一种考验 以萧颜现在的实力 五色丹雷他的确接不下 但他有低妖魁在手 压根不怕五色丹雷 在看到低妖魁可以吸收雷霆之力后 木古老人心头满是懊悔 当初在单界 他下手要是在重点 低妖魁绝对会直接报废 可惜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 雷霆狠狠地砸在低妖魁身上 不仅修复了低妖魁在单界的损伤 还让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点点金色光泽 这在消炎地声自语 这还不够的时候 天空上的五色雷云 因为雷霆被低妖魁吸收变得愤怒了起来 云层翻滚着 将其他几块雷云吸得朝这边汇聚 木古老人眼中涌上一抹狂喜 玄空子健壮想要出手阻拦 但看到消炎看向雷云的脸 十分兴奋 就作罢了 雷云凝聚在一起后 尽数披向下方的低妖魁 消炎的脸上笑得十分灿烂 在看到低妖魁身体表面的金色光泽 越来越多后 他的眼中充满期待 最后经过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单雷洗礼 低妖魁通体转化为金色 进化到了最高级的天妖魁 消炎拍了拍天妖魁的肩膀 这次单会的收获 丰厚得出乎他的意料 丹蕾已经散了 高台上的玄空子 宣布这一届单会的最终冠军 便是消炎 正耳欲融的欢呼声响彻天际 消炎成为了单会冠军 日后也将成为单塔未来巨头 候选者之一 玄空子将来自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 交给消炎 之后便宣布 两日后便是新玉开启的日子 到时候单会前十 都有机会进入其中 降服三千燕烟火 玄空子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十分激动 诸不知这传说中的不死一火 究竟会花落谁家 好啦 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